强王抢得不错 半场球 杀追深 还是先挑起来 谢定峰在后场 有攻防转换 还是没有 这个往前 往前苏有意也不差 好球 这几拍球 这对印尼组合防得真耐心 谢定峰发球 雅各布接发球 都不想起球 球发得好 攻防转换 雅各布先掉一拍 其实这两个后场的进攻没有打好 浪费掉了机会 杀追深 连续 李扬托其实他的往前非常细腻 十七比十八 被动先挑起来 攻防转换 连续形成下压 这球真好看 这个后场 自己的头顶区上半球之后 对 其实就是这一拍球 他过渡得非常好 对角线的一个过渡 不然的话马上就会陷入到被动 当然谢定峰在后场也没有注意到 可能在注意力方面也有点松 十八比十八 关键比分 双方打平了 看谢定峰的球发怎么样 球发的比较一般 还是中前半场 自己的拼球党 中前半场的这些组织 苏维义来揭发 全是发揭发 对角线分球 重复落点 接完 拿住了 第三个局点终于是拿住了 两个不跟着这个球走 其实在球落地的最后一刻 他自己心里边也不是很有底 谢定峰挑起来半场球 这个球挑的 反拍勾对角 这球可以起球了 已经逃不开往前的苏维义了 这男双速度这么快 有的时候真的是在电光火势之间 就必须做出决定 是 对方的利益 对方的利益 非常之中 对方的利益 很重 对方的利益 16比8 8分领先了 这就有点踏实了 结果上变一变 有进攻机会 杀中路 整个的注意力 全部在这个中前半场 这是雅各布 在快速的这个节奏当中 谢力的一个放网 迎来了这个进攻机会 杀直线 连续下压 再杀直线 那这样的话 这场男双的决赛 最终是印尼的年轻组合 里昂托和雅各布 战胜了赛会的五号总子 谢定峰和苏维亦